好 我們現在開始要上大氣 第一段是大氣圈 然後後面會講一些有關於氣象學的事情 然後呢 這個大氣圈相對而言 沒有那麼重要 但是考試也是會有考的 第一個就是大地球的最外面有一個薄薄的一層 那很薄 你倒是會聽到 就算把大氣層算到100公里 已經很誇張了 而地球的半徑有6300多公里 所以比起地球而言 這只有薄薄的一點點而已 但這一點點對我們很重要 我們後面會輔掉它的一些對我們的保護一些作用 那我們在這邊要介紹它的起源 重點是它的一些成狀構造 還有它對我們的一些 要對我們的保護 第一個是它的起源 地球我們前面講它是由一團雲氣所構成的 既然是一團雲氣所構成的 所以結果它一開始就會有的氣體 這個我們稱之為叫原始的大氣 最早的原始的大氣 主要成分包括氫、氦、氨跟甲烏 這個是隨著地球的形成的時候 就有的一個薄薄的這個大氣層 叫原始的大氣 裡面的主要成分是氫、氦、氨跟甲烏 但是這個氣體早就不見了 因為地球的質量不大 引力不夠 它們都很輕 所以它們很快就飛走了 所以這個原始大氣不久之後 就全部都已經跑掉了 並沒有留下來 那麼現在的大氣層從哪泵來的 現在大氣層主要是來自於火山爆發 就是地球剛開始的很多炙熱岩漿的火山爆發 所蹦出來的 火山爆發所噴發的時候有帶了一些氣體 岩漿凝固的時候所釋放的一些氣體 這個我們稱之為所謂的早期大氣 主要成分是水氣、氧化碳跟氮 我們這邊有一個圖 左手邊的這個圖就是跟你講 我們的火山爆發的氣體裡面 你看到最多的是水 第二位的是二氧化碳 其實第三位的是二氧化硫 看到這畫面 第三位的其實是二氧化硫 但是我們沒有介紹它 因為它跟我們後來的大氣沒有什麼關係 我就跳掉它 直接講第四位的蛋 所以呢 我這裡跟你寫說 它的主要成分的是 水氣、二氧化碳跟氮 岩漿凝固的放氣體也是水氣跟二氧化碳 所以你就知道 所謂的早期大氣的主要成分是誰 水氣跟二氧化碳 那一開始的時候是水跟二氧化碳 怎麼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怎麼變 這是考過的 怎麼變成這樣 第一個水怎麼不見呢 水氣就是隨著地球冷卻 它就凝結 然後落下來變成河川浮渤跟海洋 就是水氣 就是凝結下來 那二氧化碳怎麼不見呢 二氧化碳怎麼不見 二氧化碳不見的方式有三種 第一個是溶解在海水中 雖然二氧化碳不易溶於水 但是還是會溶 大量的海水可以溶解大量的二氧化碳 另外就是跟鈣結合成石維也 跟鈣結合成石維也 第二個不見的方式 但是最主要不見的方法是第三個 生物所學最早的生物化是誰 來一句 綠色植物會行什麼作用 光合作用 所以最主要不見的方法是第三個不見的 就是綠色植物行光合作用 然後把大量的二氧化碳轉變成誰 氧氣 所以空氣中就變成海有氧 空氣中就變成海有氧 所以最主要不見的方式 所以二氧化碳有三個方法轉換 第一個 溶解在海水中 第二個 跟鈣結合成石維也 第三個 綠色植物行光合作用 然後讓它從二氧化碳轉變成氧 所以空氣中氧的成分就會增加了 然後就一直轉變成變成現在的這種氣體 西蘭大氣體 西蘭大氣體分兩種 一種叫做固定氣體 一種叫做變動氣體 固定氣體就是說在全世界特地 成分比例差不多的 這種叫做固定氣體 小學念過兩個 二年級禮話多念一個 記得誰嗎 不是 蛋跟養師 小學學過的 國二禮話多學一個 雅堆固定氣體 蛋養雅固定氣體 好 就是各地成分比例 這邊有所謂的表格 看過就算了 不用背 體積百分比七十八二十 然後呢 或者是有圖 剛才那個 右手邊那個圖 這個就是看一看就好 你不用背數字 反正你就知道 氮氣 雅氣 雅氣 叫做固定氣體 在全世界成分比例都差不多的 那會變叫做所謂的變動氣 我們要講三個 水氣 二氧化碳跟臭氧 水氣是這一個階段的重點 二氧化碳跟臭氧主要介紹是要到最後 教全球變遷的時候 我現在就會教 但是主要題的課本 真正在提到的是在後面講 全球變遷的時候提到二氧化碳跟臭氧 這叫做固定氣體跟變動氣體 就是成分比例 好 這種比例 這個比例的計算 是用乾空氣做標準 不算水氣 為什麼 因為水氣的含量變化太大 沙漠上通可以百分之0 熱帶海洋上通可以百分之4 如果你算了水氣之後 大家的分母就不會一樣 分母都差很多 連分母都不一樣 就不會有人算是要做固定氣體 所以我們把水氣弄掉 更正確的說 我們用的是一個乾淨的乾空氣 什麼意思 只有氣體 裡面沒有小水滴 沒有小液滴 沒有小固體 沒有小液體 沒有小固體 全部都是氣體 所以正確的說是用乾淨的乾空氣做標準 所以因為水氣含量比例變化最大 所以在計算 前面有什麼百分之78啦 百分之20的 那個比例都是以誰做標準的 都是以乾空氣做標準 這就是我們有關於 我們大氣的有一個來源 還有它的一些 裡面成 它的演化 還有它現在成分的比例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很好 好嗎 好嗎 好嗎